陳時中下臺 陳時中前腳開完指揮中心後腳趕到 北榮視察卻遭到民眾怒嗆下臺 實在有點尷尬 不過行程還是要繼續 因為五月十二起快篩陽性 是同確診新政策正式上路 居隔居檢自主防疫 可在家遠距視訊診療評估是否確診 沒共識可通知衛生局進一步PCR 如果確診健保卡或法傳系統 就會自動通報或登記 民眾在家等衛生局安排隔離處所 開通知書 為了加速流程 可先在試劑寫名字跟日期 跟健保卡一起拍照 上傳到視訊門診系統 至於日前發生孕婦染疫 最後母嬰雙亡的案例 指揮中心也宣布 孕婦可以使用輝瑞的抗聘毒口服藥 因為目前並沒有這個 用於孕婦的臨床資料 如果臨床醫師評估之後 認為說力大於B 那要充分的告知病患 並且獲得病患同意之後呢 才可以使用 指揮中心盤點新冠口服藥 五月九號暴增破千人 十號八百多人領藥 指揮中心強調不是輕症 就一定得吃口服藥物 別以為口服藥就是神仙妙藥 還是得經過醫師評估 單日確診人數動輒十萬的美國 近兩個月輝瑞口服藥 也才用掉二十七萬人份 因此臺灣備獲七十萬 絕對足夠 近期五會山菜如常報導